一阵尖叫声中 中国国际航空 上海飞北京的CA-1520班机的乘客 天堂地狱来回了一趟 一名中国地质大学副教授 描述事发当时艳阳高照 班机却突然遇上晴空楞流 发生第一次颠簸后 机组员就通知乘客赶紧坐好 系上安全带 放慢影片看一名乘客上完洗手间回座位 还来不及坐下 遇上第一次乱流时蹲下身 当时空姐上前扶起乘客 就在这时二次大颠簸发生了 空姐和乘客双双被抛飞 乘客是额头流血了脚扭了 空姐是手臂流血了腰扭了 目击者表示回过神后 发现机舱内相当凌乱 抱枕手机四处飞散 舱顶被撞出一个大洞 安全出口的告示牌也砸裂 一名乘客留言说 以为自己的效命没了 偶像歌手王林凯和他的乐团 以及一群粉丝碰巧也在班机上 小鬼的一名粉丝就是医疗人员 当场协助救护机上两名伤者 索性航班在下午5点18分正常落地 国航随即安排专人 陪同受伤旅客和空服员前往医院治疗 这一新闻综合报道